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 巴哈玛的贝里群岛被称为巴哈玛的鱼缸 因为它们被号称海洋之蛇的深海海沟和众多的海洋生物所包围 今天分享的这座Hoffman's Cay就位于贝里群岛 Hoffman's Cay距离大岗礁及其国际机场仅7英里 离新普罗维登斯亦仅40英里 交通便利 贝里群岛的30个岛屿大多为私人拥有 保证了该地区的独特精致和私密性 该岛占地350英亩 有高达60英尺的绝佳海拔 岛上被郁郁葱葱的植被覆盖 在迎封面和被封面都有迷人的海滩 岛屿周边有深水通道 适宜修建受保护的码头 岛上的河岸与泄湖中生活着大量的野生动物 如鲨鱼、法国天使鱼、海鲜、海螺、螃蟹和藤湖等 Hoffman's Cay以其惊人的蓝洞而著称 该蓝洞位于内陆极马处 你只需将小艇停靠在北海滩 然后沿着郁郁葱葱的小径徒步前行 便可抵达岛中央的一个巨大的天然海洋洞穴 这是一处绝佳的潜水圣地 你将漂浮在数百英尺深的洞穴顶部 留下难以忘怀的浮潜体验 从Hoffman's Cay向南几英里的地方是小岗礁 这里曾接待过布拉德、皮特、夏吉拉和佩内洛普、克鲁兹等名人前来度假 而贝里群岛最南端是被称为巴哈马的长嘴鱼之都的丘步骄 这里常常出现蓝白马鲫鱼的破纪路捕捞 因此,Hoffman's Cay是海岛生活爱好者的理想之选 也可开发为精品度假酒店 Hoffman's Cay是一座永久产权岛屿 现有南部214英亩代售 售价为1800万美金 如有兴趣,欢迎私信咨询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